正所謂先敬挪衣後敬人 平時在現實世界 無論我們見公、開會、見黑、見老闆 都是有適當的穿著 當然在網上做同一件事 其實本身就不例外了 可能你會跟我說 其實上身穿得漂亮就行 下半身繼續穿睡褲做 都是沒問題的 如無意外或者不需要你突然站起來的話 其實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但我個人比較喜歡全副武裝 但不是叫你在家穿鞋 為甚麼我會喜歡全副武裝呢 是因為這樣 可以令到我精神上和心理上 比較容易可以進入狀態 因為其實在家裡都很舒適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有電視電腦 對我來說整個屋都是貓 所以都無形會有一種很客氣的感覺 除此之外 我知道了 有時我們視像會議 其實是預先錄好的 又或者我們Live的影片 之後會被其他人再剪過 用在不同的影片裡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戴多幾套衣服 沒有壞的 還有我不知道你知道嗎 其實實際的背景 有時可能我們要去第二度錄東西的話 又或者去到才知道和嘉賓撞衣服 那怎麼辦呢 所以多帶一件半件衣服 亦都是去買一個小小的保險 可以說 最後溫馨提示 就是我自己會戴遮瑕膏和臉油紙 因為畢竟我們平時做Zoom Meeting 都是一個大頭的一個鏡頭 所以我們那些暗瘡 又或者我們另臉 就會全部圓形不露 好了看來大家都準備好了 可以開機了 下一環節我就會跟大家說 究竟開機的時候需要注意什麼呢